掌声欢迎第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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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欢迎欢迎 美姐姐好 雨泡泡哥哥好 你好 来宝贝向大家自我介绍 嗯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Lisu I'm five years old I live in福建 近江卓山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好 我叫陈宁叔 我今年五岁了 Namaste Apkeseho My name is L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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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哎呀 厉害了 上来就非常国际化的一段介绍 三种语言对不对 对 那身边这两位是 我旁边的这位女士是我妈妈 这位外国人是我爸爸 哈哈哈 爸爸是哪国人呢 外国 外国 外国是哪国呢 印度 印度 那你是哪国人呢 我 是印度和中国人 哈哈哈 那我们请爸爸妈妈也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夏阳 我是尼叔的妈妈 大家好 我叫尼珊 我是尼叔的爸爸 我来自印度 我已经在中国十八年了 那您应该是个中国通了 我应该习惯了现在 很习惯了 你刚才告诉大家 爸爸是印度人 你有没有去过印度呢 有啊 对 其实我们每年都要去印度两三次 但是因为这一次疫情过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去了 没有去过了 对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啊 我们马上就会 恢复到以前那样的生活当中 是的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大能耐又是什么呢 我们三个都是武林高手 我们今天是来挑战的 我爸爸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他还在印度的电视台拿过奖呢 我和妈妈的跳舞都是爸爸教的 别看您二位穿的这么专业 原来爸爸才是真的 接下来要不要跟他们切磋切磋 好不好 商量一下 我和妈妈先来吧 和妈妈 就是把高手留到最后 那你觉得能和你还有妈妈来应战的 是我们哪两位老师呢 要不然我们就先问一下 现场的四位嘉宾 问一下看他们会不会跳舞 我知道小姐老师会 但是如琴奶奶她年纪有点大 我们就不请她 好不好 那我们就选择 坐在舞台左边的这两位怎么样 你别看似好像 其实保不齐我们俩也是武林高手 对 我跟你说了 我们虽然没有武林 但是我就剩高手了 对了 最起码我们站了一个 高手 高手 对 对不对 扣球 高手 对不对 而且我们是世界高手 其实我光是一站 就特别没自信 你没觉得 你看这娘俩 你再看这身高 有点一样 也有明显反差反正 对 但是我们今天跳的是印度的传统舞蹈 那我跟你说 我们先来示范一遍 你们两个注意看 好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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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动作是代表现花 整个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摘花 送给长辈 表示祈福的意思 妈妈这么一讲解 我觉得似乎这个舞蹈 就不是那么难学了 对 我看我们薛飞老师 已经是毛色顿开 谢谢 太棒了 谢谢 那接下来让爸爸挑战哪位老师呢 小姐老师 我跟爸爸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你不能给嘉宾席丢脸 来 欢迎小姐上场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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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 我做什么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ù在我的語蕙 LA 啊 阿龍 阿龍 滴到阿龍 阿龍 呱 渡愕 游我的 但就渡迷 渡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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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墙了 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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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怎么可以投降一次 又是 帅 帅 小姐 不要给我们丢人 我相信你 我感觉我已经输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 中国代表队的小姐 因为你都连上我的意见 中国代表队的说法 我心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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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你一片 是不是 你又可以 我心里的名字 你问你 你男人计划 谢谢二位 谢谢 太棒了 非常精彩 二位互相评价一下 对 互相感受一下 有什么感受 小姐老师的太厉害了 真的 它这个印度的味道很厉害 这样子的公主比较漂亮 我就会这两个东西 来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 拿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谢谢小姐老师 我刚才注意到小姐老师 如果我看得没有走眼的话 应该爸爸跳的 也是属于街舞的范畴吧 对吧 他有很多就是那种 原汁原味的 就那会儿 Michael的 Michael的那个舞 但是为什么教宝贝 这儿跳的好像就是五点舞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说我觉得他要学 这个印度的总统文化的舞蹈 刚刚有跳的时候 真正的传统文化的舞蹈 你想让孩子多接触一些传统文化 是的 是的 传统文化 陈尼书 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他陈是我的姓 他跟我姓 然后尼是爸爸中文名字的第一个字 尼 然后书 书其实是舍和语的组合字 我们就是希望他长大以后 能够做一个既要懂得去付出 舍得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又要有一个善良的心 那刚才爸爸也说了 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八年 十八年 说明对咱们中国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 那您举几个例子 他每年都必须要过我们的国庆节 中国的国庆节 对 我们家立门口 我有插向我们的中国的国庆 对 然后还有经常 他会经常无常献血 是吧 是的 是在自家的院子 对 插上中国的国庆 真的可以说 中国是爸爸的第二故乡 是的 中国现在是我的第二个家 可以说 那生活习惯 是不是 随着年头的增加 都已经这个入乡随俗了 俗了 比如说吃的方面 吃的方面是有 我有各种各样的炒饭 喜欢吃中国的炒饭 对 常年生活在福建 对 像福建那边茶道文化也非常地受惧 您 我最喜欢茶 喜欢茶 很喜欢茶 平时会自己亲自泡 平时对 我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茶几 安息的有提关尼 对 还有一个五一山 有一个大红袍 很习惯这种台 最习惯 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 尼叔一家人 带给了我们很多感动 尼叔宝贝 接下来准备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呀 我要唱一首印度儿歌 印度的儿歌 太好了 两国的小朋友也要互融互通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个特别重要的表演环节了 那就是小布甸大能爱 嘉宝贝 世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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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国家的热爱传达给孩子 把两个国家的文化传达给孩子 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任 特别我看到 爸爸把五星红旗 生在你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高兴 因为他生在中国 现在长在中国 对国家的情感 对孩子也特别重要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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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卢老师 好了 艺术宝贝 那现在就牵着爸爸和妈妈的手 一起领取你的 《非常少年碑》 衣服 来吧